新冠狀病毒 新冠狀病毒 特區政府越豐越高興 可以說是到了瘋狂的狀態 在武漢首先發現的新冠狀病毒病爆發一年以來 老實說 看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來主持大局的記者會 真是一隻手可以數出來 昨天司長終於現身了 主持大局之餘 還公佈一系列新措施 更加嚴密的措施 政府現時已經在油麻地深水埗的地區 劃出了指定區域 在當中的核心區域大廈 如果出現一宗確診個案都會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張建宗解釋 現在將會降低強制檢測的門檻 任何大廈只要錄得一宗源頭不明的個案 又或者污水樣本呈現陽性的話 就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工作場所方面如果出現兩宗或以上的確診 都要強制檢測 還要停工消毒 這樣說來 全香港所有的大廈都被納入為指定核心區 司長還預告在未來10天 將會每天封區 強制檢測 亦有可能一天一起封幾個區 為何要這樣做 政府說因為希望在農曆新年假期之後 可以逐步恢復行業的營業 和學校面售課堂 所以才有需要加強檢測 我們先聽著 開完記者會後 政府立即那晚罕見 昨晚一口氣 特集式封鎖尖沙咀尼敦道金聯大廈 由麻地新田地階 近進發花園一排的堂樓 紅磡 龍基大樓 和元朗的好彩陽樓 逼居民和房客即晚檢測 一晚 四度封區 亦是十天內 八度封區 尖沙咀 金馬輪道 游麻地仲方街 紅磡文魚街 和碼頭圍道 和元朗的 安慶街部分的路段也要封閉一晚 結果一場大大大大大龍鳳之後 都是零確診個案 避風的尖沙咀金聯大廈 我比較熟悉的 那裏有住宅 賓館和法郎 很多商鋪 亦有劏房 特集封區 令不少 訪客和職員慘被禁足 時鐘酒店的清潔工被困 法郎的員工和客人被困 今早我們才跟一位被困的顧客李小姐通過電話 甚至外賣員被困 被迫在店鋪過了一晚 被困的法郎 一名的女顧客 只有10歲 10歲的女生 他媽媽在封區後沒辦法接走女兒 還說政府一度建議她的女兒自己走去賓館過一晚 後來經過傳媒報導才可以著情放了這個小朋友 資長解釋 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讓病毒在大廈形成傳播鏈前 為居民全面檢測 所以說 在這些 受限區域出現零個案是意料之內 跌落地也拿回紮沙 林太太在今早行政會議開會前也是這樣說 還說政府走在疫症前 可能政府現在只懂得分 你是左還是右 但是就不懂得分 什麼叫前什麼叫後 今天和兩位醫學界的專家通電話 曾祈欣和何柏良醫生都認為 要考慮封鎖的應該是病毒源頭 的上游 而不是下游 很明顯 在近期的個案裏面 上游就是在私工的地盤區域 不封區來做強制檢測 只是封下游 住所和街鋪 就是確確實實地走在疫症之後 不是疫症之前 在地盤範圍 染了疫症的人 把這些疫症帶回社區 你說 你要走遍多少個社區 都難以倒截繼續傳播 這個道理不是很簡單 你怎麼看 一連串的行動 究竟是那一段 還是陣腳大亂 弱石亂頭 現在 好像越來越瘋癲 剛剛政府還說 在指名的受限區域 來執行強制檢測公告的時候 如果發現 在受限區域的大廈 裏面有單位的住戶沒有應門 但他有理由相信裏面有人 就會根據相關的條例 獲衛生當局授權許可 政府可能會採取法律行動 甚麼行動 厲害 包括驅逐 和逐利 個別人士 甚至是向裁判官申請 首領 破門進入單位 我想 很快他們都會派出飛虎隊 從天而降 破牆入屋 或者放催淚煙入屋 停水停電 實行好像捉汪洋大道一樣 如果要做得徹底的話 拜託你 不如全港禁捉一段時間 14天也好21天也好 來一個全民強制檢測 兩至三次 來確保能夠追查所有隱形傳播鏈 現在的封區和強制檢測行動 根本就沒有辦法保證 是沒有漏網之餘的 即使檢測當日 接受了檢測的人 是呈現陰性結果 都不能夠確保 他不是一個隱形傳播者 病毒是有潛伏期的 在封區檢測的本身 是不足以截斷傳播鏈的 反而可能會令居民產生錯覺 不以為封區之後沒有 感染風險 而掉以輕心 繼續令大廈有機會再次爆發感染 單靠一次性的檢測 可以斬斷 病毒傳播鏈嗎 根本不切實際 人是有流動性 有高度的流動性 特別在香港 密貿然封區或封鎖大廈 就只是浪費人力物力 對居民造成困擾 特區政府 如此慌張的可以理解 林政長官述職後 他老闆 國家主席仍然表示擔憂 如果你告訴我這一連串的做法動作 一系列的動作和述職無關 我無論如何都不相信 被中央質疑抗疫不力 林太立刻全速開動封區行動 唉 獨中無大將 尿化作先鋒 還有這個民政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都可以說是表表者 之前那四次封區檢測後 開過記者會這位局長說了些甚麼 很威風地說 我們合共發出了30張定額罰款 當中一半是深水埗區 另一半是東區 局長說 執法行動不是想懲罰市民 而是找出未有案要求接受強制檢測的人 這些廢話真是麻煩他講笑一句 多做些實事算 日前東發大廈的餐廳職員 被圍封時沒有人帶他去做檢測 後來自己去問查詢竟然被人發告票 我真的覺得很無謂 如果這位仁兄是想逃避檢測的 他就不會自投羅網 這個很英偉的徐英偉局長 所有限制檢測公告的安排都是很清楚的 區內的居民或商戶都是清楚知道要檢測的 這些有關的個案沒有在指定的時間進行檢測就是犯法 越聽他說越猛狀 尤其是黃區之前在三個星期內出現300宗的確診個案 其實這位局長究竟知不知道全港有超過5200多棟的三毛大廈 沒有法團 沒有居民組織 也沒有聘用物業管理公司 當中有超過700棟是在尤其黃區 民政署大多數都是靠大廈的法團 自己去履行負責大廈的維修和清潔等等 沒有法團的大廈 只會協助他們成立法團 2011年開始 民政署有一個支援服務 幫那些三毛大廈成立法團 大家覺得他們做成怎樣 去年審計的報告才知道 這個服務在九年之間 只是幫到14%的三毛大廈 成立 或者是恢復業主立案法團 去組成這些法團 大廈管理一天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 檢測都是自標不自本的 大家看審計署去年的報告就知道 14個民政署和總部 有13個 未達到聯絡和探訪三毛大廈的目標次數 徐局長 不只是懂得發告票 應該努力跟進這些工作 現在油尖望區強制檢測後 都沒有人跟進 清洗和消毒的工作 這位局長真是像他的前黨友 民建聯黨友 劉光華一樣 辦事認真妥當 一如所料大家都猜到 目前的社交距離措施 農曆連監都會繼續維持 限聚令和晚市金堂食 都會延長到2月17日 星期四2月4日開始 會開放一些較少身體接觸的戶外活動場所 但如果要進入的 大家一定要用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 張建宗司長說 他明白不同行業的困難 明白有甚麼用 又說已經跟不同行業接觸了 當中美容業都答應 願意安排員工有陰性檢測結果 才上班 而客人又一定要用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 又或者是實名登記 希望農曆新年後能夠逐步服業 現在最恰當要來形容 特區政府的態度 應該是以下這六個字 有點緊急 整理&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